今天请来一位名字和她的样子反差很大的明星 高圆圆 大家好 我看你只有这个高符合你 高其实也不高 一米六四 算行 看起来因为她瘦 所以看起来就显高 对 跟我们俩站一块都是等高的 是吧 而且圆圆我说了我对她印象很好 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的在节目上见面 对吧 跟文道你们俩都是有很多关系 是吧 也是 我们第二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余老师的戏的发布会上 其实我见你也是第二次 然后第一次就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那个新发布会上 就我们同一回第一次见面 没错 没错 所以呢 这个一来了呢 我们都感到有点紧张 因为那个 我就说我对这个圆圆平常印象很好 因为圆圆的看你 对吧 在这个社会上的种种作为 还行到现在还没上过法制进行诗呢 我就跟文道说 我现在有一种偏见 我觉得啊 好像有的有些女明星让我觉得她值得海扫 我就会对她印象好 你说我为什么会对她有这种感觉呢 你变态了 不是我变态 是她自闭 对吗 这其实是我该克服的 就是我一直说服自己 尽量要打开自己 跟世界有接触 然后就好像我跟人合作似的 我以前从来就觉得排气是我自己的事 我现在就一直告诉我 这是人和人之间的事 人和人之间要发生碰撞之间的事 但是可能我真的性格里没有太害羞的那一面 老是不敢说自己的想法 不敢表达自己 然后非得要憋到一定程度 啪的一下打开 打开的样子可能很难看 就撕破脸 对 有这种状况 可是我很好奇 就是因为我认识一些演员 或者是明星 他们是往往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在这行做得越久 他的某一个面向就越往后缩 就越自闭 但是你这个情况是 你似乎是一开始就这样 是吧 对 可能从小 没从小 我觉得从我高中开始的性格 就是高中是那种女生班 老师是很有意思 要把我们每个人都叫成淑女的感觉 你上的是什么学校 英国贵主 你上吗 我们其实正好 就是很巧合我们班是女生 然后我们的老师呢 又是一个很淑女的老太太 她很喜欢我们的那个样子 都是很淑女的 就是平常坐的时候 这个小腿要交缠三圈 对 就类似这种 包括我们上学书不是有 有桌布嘛 然后让我们 我们的桌布是要洗得很干净 那个脚对脚都要贴得很好 放在那儿的那种 桌布 我不知道 上课的桌子有桌布 我们上学的模特 你这是太贵旧了吧 你这什么学校 有的学校是有的吧 就很普通的布做成的那种 不是很漂亮 刺绣啊什么都不是 只是 那一个桌布在上 然后每周我们要都拿回家 洗得很干净 套在上 而且我觉得气质上 也能看得出来 她是就是从小是知识分子家庭 这个出来的这种女孩 所以我老说 我说你啊 40岁的时候可能黄金时代还在呢 就是她你看南京南京那个样子是吧 她一半就像是个有文化的那种知性女性的样子 而且从眼神里看得出来这个内秀啊 对吧 是 还有什么可夸的 我想不到 我能夸的都被你夸完 每次夸美女都是你赛长嘛 对吧 这一方面 这个咱别管两个男人的兴趣啊 我这个问了问我们组里的这个小姑娘 我说这个高颜颜来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呀 她说哎呀 我们女孩啊 我们想知道她怎么能那么瘦啊 她怎么能那么好看呢 我说后一个问题呢 你不如问她妈 对吧 前一个问题可以问问她 而且呢 据说她是大杏仁代言人是吗 对对对 你跟我们说说 这大杏仁跟你这个瘦有关系是吗 对 这个大杏仁其实是我走到哪儿带到呢 但我平时不会带 走到哪儿带到哪 真的是 我平时不会带这么多 今天是想让大家都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是有一个这么大 就这么大的一个小盒子 是每天二十几颗丢进去 就是瘦呢 确实是我还不是说非常明显 但是我觉得那个健康的指数 是有提升的 瘦是我有一个 有一个真事 就是因为这些年在采访当中 我也都会把大杏仁的好处讲出来 然后前一段听说有一个女孩 也是一个经纪人 她托别人告诉我 说特别感谢我 我说为什么呀 然后她说 因为我讲了大杏仁减肥的那个方式之后 她瘦了好多 她大概是从元旦开始 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二月底三月初 她大概瘦了有十二斤还是二十斤 我忘了 哎呦 那是历史上的 她以前是个胖姑娘 胖姑的 我一直没见到她 但是我估计她现在能瘦好多 就是其实她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方式 就是她提倡你晚饭 首先我们是晚饭尽量不要吃过太饱的 这个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因为你没有晚上没有时间和精力 再去消耗你吃进去的能量 它继续在你身体里就变成一个废物 排不出去 所以首先你晚饭要少吃 但你怎么控制食欲呢 就是你可以先吃大杏仁 产生那种饱腹感 所以你晚饭自然就可以少吃了 哎呦 你看咱们俩是知音了 因为我也减肥嘛 我就不吃晚饭 不吃晚饭呢 然后我就是 半夜里吃这个杏仁 不过我吃的有点多 没显得最近瘦了 你最近还胖 越吃越胖 我跟你说 最近太反面了 最近胖了 主要是因为回家 在医院里陪妈妈 你要是说我一个人住 在医院怎么能陪胖了呢 我要是自己住 自己宅着 我有一套 这个咱们俩可以聊聊 我有一套生活方式 我就能维持一个 我的胖瘦 比如说吃多少 我自己知道 而且我每天我走跑步机 每天我跑 你知道吗 你回了父母那儿啊 你就跑不了了 你连发在病房里都跑 是吧 什么野生号 我必须读